大家好 各位大家早安 我是陳柏宏 每天早上陪各位看 昨天收盤的美股 連接到今天台北股市大盤 再來今天 大家值得留意的一些個股 我想每天在盤前8點鐘時候 是準備要在9點開盤之後 要決定到底哪些股票 該要特別留意的 那麼當然今天這個盤面 很清楚的是 各位應該發現到了 雖然我這邊寫到什麼 什麼是時代紅利 其實在現階段 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最佳的男主角 就是AI的一個紅利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各位也發現到了 包括生技股 上禮拜 目前的生技股股王 繼續在創波段新高 甚至於有之前的 中高價股票也都還在表態創新高 甚至於連傳產類股的 各位看到上禮拜的東元 各位之前看到他們有一些 經營上的一個意見 但是各位最後看到 股價在昨天也創下波段新高 拉上漲停板 甚至在更早之前 各位看到芋榮汽車 在去年10月份 這個都還在40塊過程當中 後來各位看到八字頭 所以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這個行情百花齊放 就跟現在各位 你如果在北部的話 你到陽明山 看很多的花都開了 包括櫻花 杜鵑花等等 甚至於玫瑰花也開得很漂亮 你到日本到處都是櫻花 這行情不也是如此嗎 我想所以在這過程裡面 不管怎麼樣 機會非常多 但是大家資金畢竟有限 還是得選擇 你認為最好的 或者說未來最有潛力的 上漲空間的股票來去做佈局 至於上個禮拜五 各位可以發現到 上個禮拜五 大家過了兩天假日之後 可能有點忘記 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開始出現一個震盪 震盪開低壓低 尾盤拉起來 早上 昨天上個禮拜五 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本來在前兩個禮拜 從矽谷銀行倒閉 到瑞士信貸 這個危機 然後最後因為 讓瑞士銀行 接收了瑞士信貸之後 想說銀行應該是 告一個段落了 沒想到上禮拜五 又有市場點名 是不是德國 德意志銀行 也可能有違約風險 因為大家看到 瑞士信貸 一個被接收之後 把他這個什麼 違約債券 風險違約債券 全部剪記為零 馬上變壁紙 這件事情大家緊張了 之前德意志銀行 好像在這方面 也有一點問題 所以在禮拜五的時候 德意志銀行也引發了 歐洲股市的回檔 那也引發了相關的銀行類股 甚至於美國市場 所有的銀行股也都跟著下跌 但是尾盤 各位發現到 市場恐慌的時候 還是把這句話記起來 巴菲斯堂講 當市場恐慌的時候 你要拿出你的貪婪來 進市場逢低買股票 這樣才是各位你在市場上 賺大錢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這個心態要做一個調適 尤其在今年各位可以注意到 從去年的10月25號 那個波段低點那一天 台積電370塊開始 一直到今天為止 各位你們感受到一件事情 你只要看到利空 下沙幾乎都是買點 只要看到利空下沙 幾乎都是買點 也就是說大家在去年 連跌10個月 以台北股市來講 跌了6000點之後 虎年一過了 我記得如果你有看我YouTube頻道 我很早在迎接兔年之前 我跟他提到一些概念 有些東西當然我們也不以 所謂的怪力亂神為分析依據 那你各位看我分析節目 我們都是看到什麼證據 講什麼話 還有做大膽研判之後 我們的研判的一個合理依據 我們都列出來 那今年行情其實各位 要有一個大破大力的一個心態 也就是說去年經過大破壞 所以去年你不管買什麼股票 包括台積電 以前大家還有去年 各位記者好多人跟你講 存股存股好好賺對不對 金融股存股好好賺 結果如果你在這兩年 才去跟人家金融股存股好好賺 恐怕去年你大概很傷心 到現在還很傷心 為什麼 金融股怎麼疲累 從去年疫情保單 還有房地產也好 股票也好 通通虧損 所以各位發現到說 其實在投資市場裡面 不要人家講什麼 你就跟著做什麼 你要有自己的判斷 你才知道說我今天在市場上 我是來賺錢的 我不是來聽人家說什麼 我就跟他做什麼 那今天或許你回來問 那陳老師你現在在講 我幹嘛要聽你講 或許是如此 沒有錯 我講的話你也要思考過一遍 那我的利潤基礎很簡單 那我會把我的一個理由列出來 再給他看 那至少事後來做證明 因為什麼 市場永遠是對的 市場這是沒有可以辯駁的地方 市場永遠是對的 你今天可以說你這樣看法 你也可以說你這樣看法 但是經過一個月 三個月 半年 一年 你回頭看 OK 當時的假設利潤基礎 是對與不對 我想市場都會給出最後的一個 沒有灰色地帶的答案 那這個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各位很多投資朋友 最近有點鎖定我節目 是因為發現到去年從10月20號 我就有跟大家提到 要來抄底 記不記得 如果你看我YouTube節目 財富密碼節目在YouTube頻道 你去看我10月20號那一天的節目 我邀請各位來抄底 沒有人理我 好 那10月20號抄底 10月25號跟大家講 大盤要反彈了 台積電那時候我要特別提到 台積電的370以及ADR 台積ADR我都看好 那我認為都有持續在追蹤 那一直到三天後的10月28號 我很大膽假設台北股市 當時還不到一萬三千點 我說大盤會飆 那我講一天嗎 不是 那天是禮拜五我記得 在隔一個禮拜五的11月4號 我還是看大盤會飆方向沒有改變 當時我記得一萬三千多一點點 稍微漲一點那邊漲很多 就在11月4號的隔一個禮拜 禮拜一開始 外資一直買台北股市 那一波就造作第一波的行情 2200點出來 所以到過年前 建議大家報股過年 報什麼 報台積電 還有創意這些IP的股票 那一直到最近各位看到 西股銀行好像快倒閉 大家媒體都告訴你 哇 雷曼又來了 嚇死人了 對我來講 我講過 雷曼又來了這件事情 美國政府 我這樣講幾個前提好了 我先講這東西 給大家感受一下 其實判斷行情 你要有自己想法 沒有自己想法 人云亦云 你最後就像我剛剛跟他提到的一樣 如果你覺得你想存股票 人家說我過去10年 存金融股賺到翻掉 你現在才跟人家存 那不好意思 那你賠的就是你 為什麼 因為指數來一個相對高點 當你大盤判斷會下殺的時候 金控股 不要講別的 金控股 它什麼金控股 它一定會投資房地產 不管海內海外的 還有它也會投資股票 不管海內海外的 它也會投資債券 最近你看那個倒掉的銀行 都因為債券關係對不對 因為FET一直升息 債券價格一直跌 債券也有 還有加上如果有投資海外 還有新台幣跟匯率之間的問題 所以一大堆的問題當中 如果你不了解 大盤已經來這個相對高點 你才跟人家存所謂的金控股 當然你要踢到鐵板 所以我是不是在今年年初 1月3號的時候 我替用這張大盤的月線圖 這是COVID-19那時候的一個低點 2020年的3月份 當台北股市來到8500點的時候 當時FED實施的QE 最後一波最兇猛的QE在這裡 實施之後 因為這個疫情這個利空 看到危險 你要想到機會 FED馬上給了什麼 最後一波的大QE 造就台北股市一波1萬點大行情 那1萬點漲完之後 其實如果你技術分析夠強的話 光看技術分析的圖形結構 就知道這裡一定是高點 一定是高點 那高點到了 它開始強力升旗 為了打通膨 那經過這段下沙之後 到這裡CPI觸頂 美國的CPI 9.1 那這裡就造就了台北股市 1萬2629點波段低點 從這顆開始 那我們就來做大膽假設 1萬點漲完回檔6000點 10個月之後 這邊我認為是高機率 出現股市的V型反轉 那我利潤基礎在哪裡 美中競爭 從美中競爭開始 電子股清高顧損 各位可以發現到 最近有越來越多 電子股的產業面 開始出現正面消息 包括中國經濟的回溫 從他們嚴格控制你 疫情到解封 那到通膨 美國通膨慢慢回復正常 歐洲戰爭一定會結束的 我不相信會打100年 OK 那未來FED一定會停止升息 那最後是明年的總統大選 不管台灣不管美國 都會進總統大選 這些的重要的大的因子 會造就股票市場 從這個所謂的波段低點 一波往上走 然後這是我當時 在今年的第一天 就跟他做一個大膽假設的預估 那這些利潤理由 你今天在已經在3月27號 你回頭去想想 我所講的東西 有沒有一個一個在實現 如果有代表什麼 我們大膽假設的利潤基礎 基本上是正確的 那當然很多人會從技術面說 這個是V波反彈 因為什麼 這個大多頭走完之後 第一波下差一定叫A波 A波完畢後面叫做V波 好 各位 如果你要這麼講的話 我就問各位一個問題 請問波浪理論裡面的V波 一定比A波的起跌點還要低嗎 你回答我這個問題就好 V波的高點反彈的高點 一定會比A波下跌起跌點 來得低嗎 我相信如果你夠用功 你一定知道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沒有人規定 V波的高點反彈高點 絕對是低於A波的起跌點 他不但可以一樣 甚至還可以突破A波高點 所以你看很多的書很用功 但是你要能夠融會貫通 而不是死計 用過去的觀念去套用現在的行情 我相信目前世界變化得非常的快 這麼快的過程當中 很多過去的法則 原則 或者說叫做循環 已經做一個明顯的改變 所以你必須要有類似 各位就像看到最近AI的系統一樣 AI GDP出來之後 大家要市場經驗 各位請問過去有AI這個東西嗎 那AI改變了什麼 還有過去兩年的疫情 疫情改變了什麼 各位去思考 在那些前提之下 後面會推演出來的發展 你要去想透了之後 你才知道我今天投資到底勝算有多少 這是你可以看到為什麼 我在這裡大膽假設的過程裡面 我後面利潤基礎當中 我一個一個帶出來當中 各位發現到 真的一個一個事情慢慢正在發生 哪怕是你看到所謂的 美國的信股銀行倒閉 到瑞士信貸 到上禮拜大家還恐慌的什麼 德意志銀行的事情 一個一個都被解決 因為什麼都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都是可被解決的 都有處理的經驗 所以在這前提之下 我們就一個回到個原點 什麼原點 當你看到危險 你一定要想到 危險已經發生的背後 他通常會暗藏一個機會 危險越大 他的背後的機會 隱藏的越大 這是一個 我在26年操盤裡面的 實戰操作裡面 我體悟到的一個操作心法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簡單看一下 我們從大盤來看 西股銀行發生事情 大跌60百分點 對 這是一個恐慌 3月9號 台北股市隔天大跌 3月10號我們放大一點點 對不對 當你看到市場 我看到危險 對不對 市場看到危險 一根長黑 自行商大砍股票 外資也賣股票 我在這一天 你有看我YouTube節目頻道的話 我想我在 我們本台節目 也在早上那天跟他公開 我說下週三前後 把握逢低的機會 我看到危險 我想到機會 機會在哪裡 我直接預告 下個禮拜三的時候 你把握逢低機會 3月10號禮拜五 我預告下個禮拜三 有逢低機會 看到危險 想到機會 禮拜三到了 這裡是機會嗎 這裡是機會嗎 我說很簡單 本週你就盯整理 但是你盯什麼 破底翻 只要破這個低點 因為這裡有個 巴菲特防線 對不對 這我講過不再多講 這個支撐線 各位你把它當 頸線幫頭部都好 至少在支撐點沒錯 每次來都沒有跌破 但我說盯什麼 破低翻 會破 然後再翻上去 有沒有發現到 隔天 是不是真的破 是不是最後買點 所以你回頭印證我 在看到危險的那一天 我是不是跟大家預告什麼 不好意思 下週三的前跟後 前跟後把握機會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在實境的過程當中 有特別提到 來這裡 這個是寫錯了 所以我避免誤導各位把握起來 當時我們打是打錯的 來 所以有沒有果然 禮拜三的前一根黑 後一根黑 這個遊戲是破了低點 它變成一個什麼 各位逢低進場機會點 所以你試試看 證明什麼 我們研判是對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直以來 一直到上禮拜四 這趨勢不斷不斷在創新高 大盤指數還在創新高 對不對 OK 所以你發現原來 來看最後一張 到禮拜四 以週線圖的角度來看 這個禮拜 在這麼多禮拜整理當中 上週出現一根中紅線拉上來了 這代表什麼 三月底的作帳 我們認為什麼 有機會做一個拉尾盤動作 什麼叫拉尾盤 去記底作帳 很多法人在去年 操作績效不好的 今年第一季 總得交個好成績單 所以在這個環境下 我想你了解到 原來我們的研判 是有合理的依據 而且是事先預告 所以你也發現到 我今天如果要在市場上 我怎麼去掌握機會 那麼今天早上 在開判前 今天聽我講了這麼多 開判前 我也給大家找到一些機會點 我說市場憂慮 德國銀行 德意志銀行的風險 恐慌下的機會出現了 前半段這邊寫到美國市場 我們往下慢慢掃下來 美國市場當中 我研判有1 2 3 4 這些美國的股票 我認為都是一個持續走高 這檔個股 這美國個股 在本週多頭強勢當中 容易見到獲利賣壓 但是趨勢向上不變 包括這檔股票 具備利空出境的打底結構 這個股票 這個美國這檔個股 其實在上個禮拜 大家市場台北股市 已經有些相關股票在反映了 我認為其中有一檔個股 跟它相關的其中 那個類股的其中一檔個股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什麼有點底部剛剛要做一個突破的現象 所以從美國市場回頭看台灣 因為美國市場 它是具有被台灣引導性的一個市場 因為台灣太多公司是接美國訂單的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你這機會就在這裡 台積電上禮拜五雖然跌了1.9個百分點 但是在我來看仍然將什麼 這個我就 早上節目避免影響大家判斷 我們就遮起來 這是我每天早上給自己 今天開盤前給自己 提醒自己什麼 操盤稿 再來看到 台北股市今天早上我兩句話解決 這邊兩個重點 我們就先遮起來 今天強勢股當中 台積電跟GDP的AI 有什麼關聯性 我中間遮起來 除了台積電之外 1 2 3 4 5 6 7 我這裡今天列了7檔股票 我會做留意的過程當中 這檔是空單這個禮拜要強制回補 這個是小晶片 這兩檔跟AI有關的股票 這檔個股 這是跟AI的物聯網有關係 以及記憶體有關 這裡側用LED的部分 還有散熱大廠 還有折疊手機 各位注意到 折疊手機 最近不管三星或者對岸的大陸手機 都在Focus這一塊 所以商機很多 那麼到底該如何操作 如果你想拿到我這份早上 我給自己提醒的操板稿的話 很簡單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LINE的部分 來 各位看到 你可以打開你的LINE 加入好友 輸入小老鼠007RSH 就可以或QR Code直接掃碼 你可以立刻拿到 我今天早上操板稿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兒來跟他談的 其他如果還有我們在注意的股票 我們待會兒來 大家好 我是陳柏宏 每天早上陪各位在盤前看盤 有些值得各位注意到的地方 我們大概盡量 可能幫大家做一個提醒 那麼我想這個行情來講的話 大家知道AI的股票 其實已經漲一個波段了 這裡還能不能再漲 我想關鍵就在什麼 美國市場 各位特別留意一下 NVIDIA的走勢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 以美股來講或者是 不管半導體指數也好 或是Next Day指數 在我來看基本上都還沒有 真正大漲過 所謂真正大漲是 它指數還沒有噴出 它是慢慢在漲 美國市場在慢慢漲 主要是因為 他們在打通膨 你股票上 你漲太快好像不太好 所以個別股來講 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我想這個時代的紅利 AI部分當中 我各位看過這張圖 從高速運算晶片的IP設計 到台積電晶圓製造 到伺服器 到散熱 到高速傳輸 到網通 以太網路網通 到軟體的應用者和過程當中 構成這個時代的AI的什麼 電子股的一個強勁成長 而在成長過程當中 我想晶圓製造 目前只有台積電 世界獨霸 尤其這次跟NVIDIA 還有思科 新思科技 還有加上ISMOR 這四強合併之後 我想對台積電未來來講 是值得期待的 另外像它的子公司創意 上禮拜 開高震動壓回過程當中 那麼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季 法人預估它的一個獲利 大概多少 但是大家來思考 這次美國出手 限制它的第二大客戶之後 後面的行情怎麼應對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NVIDIA已經想出一些辦法了 怎麼把它最高階的A100 跟H100的晶片 降級為800系列 一樣可以銷到中國大陸 這個地方對於台積電 或相關IP股票 我認為還是值得做留意的 包括像另外IP當中的世新 或者是另外一個系統的 精簡指令的金星科 在高檔也震浪很久了 這檔個股 我們想這都是屬於IP類的公司 另外像這檔個股 社會高速運算晶片 小晶片設計的趨勢之下 像這種個股 我們在2月24號 這邊特別提醒到 投信好像有在認養 你可以看到 經過一個月之後 股價開始慢慢有在發酵 投信也開始果然持續在認養當中 這種個股我們認為 拉回可以做留意 尤其上個禮拜 開了法說會之後其實他們成績真的不錯 而且也明確告訴各位 1 2月份的營收也確實受到 AI晶片設計影響 那麼業績是不錯的 包括另外像高速傳輸的部分 這樣各位我們在上個禮拜 3月22號提到 那麼在一個長期整理之後 正當拉高稍微做一個留意 那麼另外像這樣股票也是一樣 這都從長線格局去找到 各位我們可以投資的機會點 這是我們幫大家在注意的個股 像今天早上 如果你比較在意早上 到底今天盤到底該怎麼看 你可以拿到我們這份早上6點55分 我給自己的盤前稿 早上這裡是美國市場的一個看法 觀察 再來是台北股市 大盤的兩句話 我重點提示 再來是強勢股當中 從台積電到最後一檔個股 折疊手機 一共7檔個股 這些個股是我在這個禮拜會做留意的 那麼有些裡面我會提到 是不是有些不要追 因為什麼 短期有點高的 因為畢竟再好的公司 它也會有一個短期的高點 那短期高點來後 它如果是個技術性的高點 這個叫要實戰經驗 你技術分析夠強 這個是拉到這個程度為止 你應該先看 甚至可以先放掉一點點 那有些股票只要你只要確定 它的趨勢是成長的 下半年仍然看好的 那麼尤其是這個禮拜 我認為如果投信法人 作戰過程當中 你可以特別去注意一下 哪些股票 投信也好 自營商也好 外資也好 它在過去買很多 但是股價沒有動的 它有可能會在這個禮拜 會發動 為什麼 因為這是季底 第一季季底之後 要針對去年 一路產培的過程當中 如何在這裡拿出績效來 我想這個是各位目前 可以稍微留意的 所以這份資料 如果各位想做參考的話 麻煩你利用這個LINE的部分 來跟我們做個索取 好不好 那這方面如果覺得我們節目 精彩的話 下午的財務密碼節目 我們持續鎖定 Bye Bye 真的是 za動作 Fast 這MP 等一下 Fast 發 Fast 發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